正义 柯文哲呢推出了1357计划 选址22处要在7年内完成公办都庚 而第一步他说要来掀盖中济宅 就是让这些都庚户有地方来住 但问题是这些中济宅名单一出炉之后呢 很多当地的民众反对 这里是台北兰州国宅 巷弄狭窄乌残瓦破 台北市40年以上的老国宅 现在有机会全面翻身 最大的目标是翻转我们首都 他必须要从公共住宅开始 立推公办都庚柯文哲拟定1357计划 同一年先把废弃国小用地转作中济宅 第三年中济宅盖好后 都庚户就可以搬进去住 第五年都庚区开始动工 最快7年都庚户就有新房住 盖好的中济宅则转作公共住宅 一举两得 市府目前规划两处国小校地 作为中济宅用地 但居民有意见 中济宅我们不是不欢迎 最主要是说它的管理 房价这么高 住一些什么中济的 会不会把房价拉下来 不只不要中济宅 社区居民对公共住宅也没好感 面面一个国宅 这边在一个国宅那真的是完蛋了 住的水准了 像他们的垃圾可以这样子拿出来 这样子一丢就从屋顶上 从窗户丢出去 公共住宅不是贫民窟 市政府所做的公共住宅 它是智慧社区 市府居民各有立场 北市府的公办都庚 影响辖区上万居民权益 7年内想打造居住正义 得先平息居民抗议 记者综合宝